是由開始至中段, 最後已經是苦味了 你可以聞聞它的咖啡 如果它的香氣已經揮發出來 剩下苦味的話 代表這杯咖啡已經碎取完成了 一個新鮮的咖啡, 你會看到有汽水 如果它是剩下一個很薄的汽水 它就不太新鮮, 又或者是走氣 那些水在, 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滾 有很多時候都會出現一個爆水的情況 我的做法就是大概知道煮了幾分鐘後 我就會這樣搖一搖 如果它還是很平靜的話 就代表水還沒滾 但你現在看到它有動作, 有氣泡 這個時候就要小心 可以拉上來搖一搖 然後放上鍋頭 看到有很多氣泡出來了 就代表它很滾 我會再搖一搖 去降低溫度 這樣做的話 可以避免一個高溫的碎水 令咖啡會帶出一個雜味 當水上去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盡行攪拌 我這次就用了一個轉圈的方式 我自己個人的做法 就不會把咖啡棍放到今天 因為如果放得太下 的話, 咖啡就會很容易帶出一個苦味 可以在這個時候聞一下它 如果它已經出現了一個苦苦的味道 就可以停止了 即是代表它的香氣 都已經揮發出來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離火 所謂的 還要邊火 我就可以… 他要講甚麼 有很多的我 你也對… 有很多氣泡 其實是毫無和的